尤其是禁區內的一個人才 對,其實光華隊在雄之輩的時候 也是面對日本國家隊、美國隊跟伊朗隊 所以同樣的陣容呢 我們看到其實在李德威跟周博成 就會有更多的機會去發揮 甚至文化大學中風林志維也是受期待的 所以這樣的一個建議我覺得是蠻好的 林志維像是應該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今年是被選入中華隊 對,所以其實如果在光華隊的話 林志維、周博成跟李德威應該是非常好用的 對啊,這個 聽到我們這個話 那個許日韶總教練應該覺得心有七七焉啊 對,因為他內線的大個子真的是太少了 不過其實這個就是一個 培養年輕球員的一個戰場 尤其瓊師杯有非常好的一個這樣的作用 並不是說他在瓊師杯打光華隊 他就沒有辦法去亞錦賽參加 其實他在一個磨練的狀況情況 狀況好你還是可以把他徵召到中華隊 所以我們看劉貞的狀況就非常好 其實不妨在亞錦賽的時候也可以徵召劉貞 如果在中華隊有傷兵的情況 產生的情況下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調度的話 是提供源源不斷的兵源 好,聊了這麼多有關於中華隊 世代交替換血還有亞錦賽的相關話題 這場美國跟日本之戰現在剩下最終的16.7秒 目前雙方的差距仍然是維持在8分 美國隊64比56 今天這場比賽兩隊都寫下了 今年在瓊斯杯單場得分的一個新低 在昨天日本隊跟埃及的比賽 日本隊是只拿下了59分 不過今天到目前為止 有機會再寫下一個新低的紀錄 而美國隊更是前三場比賽 最低是79分 今天這場比賽竟然只有64分 今天這場比賽 現在雙方真的出現了太多的一個失誤 而且在投籃命中率上很明顯 兩隊的一些射手提真的是不在狀態 其實我們可以從3分線的命中率來看看 美國隊得分的情況 14投1中 14投1中 所以在64分當中 他只有3分來自於3分線 所以這樣的61分得分 在2分線得分算是正常的 如果他3分線命中率超過3成的話 其實他得分 應該會到70分以上 就到70分以上 也就是正常 哇 最後的這一波進攻啊 貼身的一個壓迫防守 讓日本隊仍然在最後一波進攻 沒有很好的一個出手的機會 市場比賽最終的比數啊 就跟暫停之前一樣 儘管寧木慧美伊總教練 想要利用最後這一波 十幾秒的時間啊 再來練兵一下 可是好像球員沒有達到好的期待 對 所以這場球 雖然雙方的命中率都不佳 但是因為美國隊掌握了籃板的優勢 他們靠近籃框以及中距離的一個外線 在發揮不錯的情況下 擊敗了日本隊 美國隊在贏下這場比賽之後 是在二連敗之後 拿下二連勝 而日本國家代表隊 在今年球四杯 到目前為止 則是推下了四連敗 所以這樣的四連敗 當然是因為他們的調度啊 已經以練兵為主 希望在年輕的球員 有更多磨練的機會的情況下呢 在未來日本的國家隊 會有實力上的升級 當然對於這支美國聯隊來說 他們在接下來幾天比賽當中 還會有好幾場硬仗要打 尤其讓人滿期待的 就是美國跟伊朗的那個禁區 高來高去的一個對決了 這場比賽的最終結果 美國隊64分 比日本隊56分 最終美國隊拿下了勝利 我們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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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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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